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研究治疗不育技術有突破 日本科學家用人工逆轉細胞技術 將老鼠的皮膚細胞 在體外逆轉成多功銀鋼細胞 培養出卵子,並繁殖出老鼠 有關的技術有望將來用在人類身上 解決不育問題 蔡永業報導 心臟細胞 胃部細胞 視網膜細胞 我們的身體由幾百種不同的細胞組成 他們的功能雖然千差萬別 但最初都是由我們的 胃胎鋼細胞發展而成 所以胃胎鋼細胞又稱為萬能鋼細胞 大約十年前 日本鋼細胞學者山中新尼和他的團隊 以基因技術逆轉細胞時鐘 成功令到一般細胞 回復萬能鋼細胞的分化能力 稱為IPS細胞 即是有多功能鋼細胞 這項技術令到山中新尼獲頒2012年 諾貝爾醫學獎 近日來自京都和九州大學的另一個團隊 宣布IPS細胞技術有新突破 餵老鼠培育出健康卵子 科研團隊先在成年老鼠的尾巴抽取皮膚細胞 再逆轉為IPS細胞 由於IPS細胞可以發展成任何細胞 學者選擇性將它培養成卵子細胞 再如常令到卵子在體外受精 然後再放入老鼠的體內 透過這種方法成功彈下八隻老鼠BB 雖然培養卵子的成功率只是百分之一 不過這八隻老鼠BB隻隻都肥肥白白 壽命亦都和自然受精的老鼠沒有分別 而且今次培養細胞過程 絕大部分在體外進行 大大減低細胞耳變 甚至顏變的機會 團隊會繼續反覆實驗 下一步會在寧長類動物測試 希望日後在人類身上試驗 將來有望協助無法產生精子或卵子的夫婦 孕育下一代 有線電視記者蔡詠儀報導